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我方圓之間的節目 今天繼續和大家討論恆大的影響 我們今集嘗試用國際方面的觀點與角度和大家討論 大家知道,遠期即是長期的美債不斷在下跌 跌到我覺得像垃圾債局 老實說,恆大這件事和美債的大跌利率又大幅上升 有什麼關係呢?這一點似乎很值得和大家細細地分析一下 是不是?方先生? 是的,大家好,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講講通過大國博弈去看看近期的現象 通過近期的現象,我們不懂大國博弈的情況 最近美國的國債,新聞也很多 又說要政府有那個黑道要到期 可能又要關閉,種種的新聞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現象 有什麼現象呢?還有一些就是寧願救 罷工,汽車工人罷工 遊行示威,很多很多很多 為什麼會有這些現象呢?其實就證明了一件事 現在美國的通脹是非常厲害的 通脹其實他們當時都加息了很多次 然後派錢或者是要求那些企業加薪 其實現在證明了一件事 都是這麼多問題的,就印證了一件事 其實他們現在的加薪的幅度 是遠不及現在通脹的速度 就是我加了一千元美金 都不夠我平時現在一般的生活物資的通脹 那個洗衛厲害 所以現在導致呢 其實現在美國出現的問題是很多 另外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現在的國債有問題 現在目前有33萬億 到了年底應該就肯定會超過34萬億 這個34萬億其實 它現在另外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 遠期的國債跌得非常之極 因為它現在的債務上限已經很龐大了 而且還不停地加息 導致它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國內的生產總值可能穩穩 都不夠還這34萬億的利息 就會出現這個很嚴重的問題在那裡 其實已經出了一種我們叫做什麼現象呢 叫做滯脹 經濟聯制 通貨膨脹 這個是沒有解的 這個是在 它對上一次應該是七幾年 就出現過一次 這個我們叫做經濟大蕭潮也好 或者叫滯脹也好 是很嚴重的經濟問題來的 應該來說是沒有解 因為這個解決的方案只有通過時間 當時是十幾年的時間 才叫做慢慢恢復的 按現在的情況下 唯一可以救到它的只有中國 所以現在中國就會出現很多的什麼問題呢 例如通過美國死爛爛爛 通過台灣問題也好 芯片也好 現在的內黃美債股也好 這些種種的事件 它就會想握住我們中國 萬一有一件事被它捉到的 它都可能成為它救命的稻草來的 所以它現在的情況 即是我們講到現在我們大國的博弈 它現在的情況其實還不讓我們樂觀 即是我們很多的言論 即網上現在的言論 大的經濟又加好 怎樣也好 其實它們在分析 說我們中國好爛、好不爛、好不爛 其實你反觀過來看美國 更加招架 它現在兩大的問題 通脹回不了頭 國債 即債務回不了頭 所以這件事已經變成無解 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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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現在 我不知道 它們有沒有一個這樣的叫做 靈魂人物出來 或者是歷史的一個領導人物 突然去撥開所有的眉幕 坐下來跟我們中國好好談 其實它如果是硬性地跟我們中國脫開 或者是我們中國都不可以對它伸出援手 或者是我們拒絕伸出援手的時候 它肯定是死得很慘的 大雅Sir 你補充一下 其實我們找到滯脹的資料 滯脹就是經濟停滯 通脹失業率 三月贏 現在是不是經濟停滯呢 老實說 美國的採購經理指數 就好像有一點點上升的一個態勢 好像也不錯 但是你算回它的整體 它的通脹和人工的收入是差很遠的 大家知道我們之前有提過一件事 就是有關美國的三大車廠 要加人工加到40% 但是這個也是非常之無奈的 因為工人老實說 真的生活出現問題 如果你不加人工給它的時候 其實它的實際收入是完全不行的 美國一直說 我通脹很低 我利息的時候 其實現在的息口高 其實我對於整體的經濟 大家都抱持著一個非常之大的信心 但是這些信心呢 補充一下 其實它的採購經理指數 其實它微微地上升 其實大家忽略了通脹 通脹其實它的資產價格上升了 它的資產價格上升的幅度 又是比它那個採購人經濟的指數高很多 另外一個就是它那個 你說的那個加薪 剛才我都說到的 加薪那裏就是 它加薪的幅度40%都好 都是幫不了它們去抵消那個通脹 這個是很嚴重的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遊行示威 這些情況 是 這是一個大問題 我自己個人感覺 失業率高不高呢 我聽到很多在美國的朋友 提出說 其實現在賺錢 你一份工作是不足夠的 是完全不足夠的 那為什麼不足夠呢 因為的時候 你吃餐飯和生活費 其實都令到大家覺得壓力非常之大 那這些壓力 沒有辦法解決 那就很難的了 但是 那跟恆大有什麼關係呢 方先生 想請問一下 你剛才說到一點 它的利率 就是它的利率上升了 就是現在的加息 暴力加息之後 其實現在美國國內的借款利率 是很高的 你想一下 你現在普通銀行的 都去到五點幾 你向銀行 即是商業 商業來講 我公司向銀行借錢 你說去到多少 起碼到八九個點 甚至十個點 所以是沒有人借錢做生意的 你明不明白 是 我賺錢賣 我可能只有五六個點 我做完生意 利潤率 即是 正利潤率才五六個點 我已經交息 交了十幾個 十個點去了 哪有人會借錢去做生意 是沒有人借錢去做生意的 所以 現在他們的營商環境 是口周高在那裡 那 又是同樣一個原因 加息 因為 例如 房產 房地產的債券 即恆大 其實 他除了我們內地有債券 他在香港 他發行的債券也有很多 而且還不少 兩百多億 兩百多億美元 我記得印象 他應該是有十幾期 我上次 和大衛生一起統計的時候 我忘記了他的數字 大家可以回到資料去看看 很多人害怕的 很多人害怕的 沒錯 你想想當時 他發行的債券的利率 都已經是十個點了 你現在又暴力地加息 暴力地加息 因為你知道 恆大一直是堅信 永續債 借舊還身 借舊還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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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的息率這麼高 第一 沒有人借錢給你 就算有人借錢給你 你的息率這麼高 你是還不起的 明白嗎 所以 現在已經沒有水耗了 唯有變賣資產 或者是債務重組 種種的方式去做這些事情 只可能看看 先怎樣自救 因為其實恆大 說回恆大 恆大 上市公司是在香港 然後它內地是一間公司 是有限公司 就是我們叫外資公司 就是在我們大陸說外資公司 所以它外面上市 就是融資平台出現問題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點面了我們內地的債務包 其實這個債務包就是由債券 就是由加息 由暴力加息 導致債券的成本 導致債券的知識率高 我很難還本弄適 然後引爆我們內地的債務這部份 然後這部份的債務 會引著一個信用體系的崩塌 例如銀行 因為銀行很多銀行的收益來源 很多時候都是在房地產那裡 你引爆了這個信用體系的話 我們國內的經濟的揮霍和發展 哪怕是後面我們的一帶一路 越國澳、大灣區這些 方方面的這些經濟的項目 都會放緩 甚至是被它們擾連 所以其實美國人不傻 就是他是很聰明 他現在就要和他真的鬥長命 或者鬥誰能守得住 因為他現在逼到他 其實都暫緩了加息 其實他是想加息的 但是他一加息的話 他自己國內的商業機構 他受得住嗎 可不可以再受得住 普羅伯老百姓受不受得住 你再加息 你通脹又厲害 你再加息 個個都不敢借錢做生意 我們那些 他們內部的經濟又崩塌那時候 更多人失業 經濟更多問題 現在就鬥哪個體系 哪個國家的一些經濟政策 體系監管方式 以及預風險的方式 誰能守得住 其實現在大國國略的 就是這些種類的事情 有點像鬥長命 我個人的感覺 是 是嗎 是嗎 現在看誰能頂得住 你覺得誰會長命 當然是中國長命 你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如果你整個經濟來說 美國的債務 是他的GDP的倍幾 根本要去還 他是還不到的 而且因為他的利息太高 所以他每年還的利息 都是一個天文數字 都要一萬億 分分鐘現在就超過一萬一千億了 其實 因為他借錢很厲害 再加上 他的國家的內部 你看政府要停擺了 就是麥卡錫那件事 45天之後 停擺的機會率是極高的 那對於美國來說 他整個的經濟 就像剛才方先生所說的 一個滯漿的問題 其實滯漿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老老實實說 我曾經說過的 加息又不是 減息又不是 你不加息不減息 都不是 即是你現在 看看他有沒有能力去收割其他國家 但是呢 今次的收割 和過往幾次的金融海嘯 金融風暴 金融危機 那些 完全是不同的 即是以前曾經有個情況 就是我們中國 因為自身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救美國 如果我不救美國 其實我們就完蛋了 當年也沒有所謂兩個貨幣 即是我們說 多貨幣的政策 現在人民幣國際化 美國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他都覺得自己國內都不妥了 所以要透過俄羅斯 凹衝突 來收割俄羅斯 甚至把他的錢 就搶了 大家知道 那筆錢不小 大家不要覺得 那筆錢很小 說真的 連人民的錢都搶了 俄羅斯人民 那對於 補充 補充 請說 其實俄羅斯 你聰明 之前被你弄了一次 被他收割了一次 那俄羅斯 現在 你再來這一刻 我根本 我把你斷害 我不和你有公式外貌 是不是 那我用黃金 用人民幣 我直接用黃金 我用人民幣 是的 那 繼續吧 這個情況就是 我講過很衝突之前 你之前都收割了 幸好有中國 我用黃金 而且中國在背後 其實支持了很多 我去看資料 真的支持了很多 還有兩兄弟 背靠背的 全面的戰略夥伴 這個是非常之高的位置 亦都是因為大家互為中心 我們的石油天然氣 和俄羅斯 沙特 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油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現在自己國內的通貨膨脹 可以說是極度低的 食餐飯我們都不覺得 是甚麼壓力 但在美國就不同 你看回人民的生活 食餐飯 其實對他們來說 是很大的壓力 如果自己煮還好 出去外面吃 你想也不要想 分分鐘可能是百多元美金 一個人吃 百多元美金 不是美金 是美元 即是多少錢 即是差不多六百多元 一個人 七百多元的港幣 大家知道 一個人吃一餐飯 如果你用這樣的錢 那我怎麼出去吃 還有 你又要給小費 所以整體來說 生活上 我發覺到 我們中國 真的要套用華為那一句 真的要遙遙領先 是不是啊 阿方先生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能說 因為 事實上 你整個情況 美國等著我們中國死 所以才不斷唱 中國很不行啊 你應該是要像日本 像日本 打開資本帳 你的債務帳 舉多點債 諸如此類 無所不用其極 包括現在 你看到很多 所謂的經濟學家 完全是一面倒的 這一點 我也很想跟 方先生談一談 究竟如何一面倒 但今天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不想做太長 因為短一點 大家看起來比較舒服 其實這次的收割 你覺得 最後一個問題 方先生 你覺得 美國 能不能收割 如果不能收割 他還有什麼 把炮 可以做事 方先生 給大家一些 內容 分享一下 和思考一下 你發覺的問題 美國不停加息 但是我們中國在減息 以前對上一次 對上一次 2008那次 我們也是一起加息 然後他印銀子 我們中國也和他一起印銀子 但這次你有沒有發現 有些不同 不是有不同 完全相反了 知道嗎 所以我一直在笑 你不覺得我一直在笑 中國做得很厲害 繼續繼續 方先生 所以 其實他明顯是 對我們中國沒有辦法 就好像當年 索羅斯修割你們香港一樣 他對你們香港沒有辦法 因為有我們最大的號盾 在那裡支持 所以 其實 他這一次也是 他其實 是收割不了我們現在中國 對我們中國沒有負 因為呢 軍事又搞我們不行 芯片又搞我們不行 是不是 現在貨幣戰 即金融戰 也都沒有我們辦法 那麽所以 其實他們現在是招了頭 大家看看 越南 那麽當時說製就業可能會 遷移過越南 你現在看回越南 越南現在的 息率你知不知多少 不知道 知不知 十幾點 嘩 你查一查 越南又一次變成大盾 他上一次由小盾變成中盾 現在中盾再變成大盾 即是他現在就是面臨被收割 唯一沒有隨著美國一起加息的 就是我們中國和日本 越南那裏 越南突然間減息 現在一直在降息 現在正在降 現在正在降 現在幾多 你查一下 我現在想想 我現在正在降 現在是大概四厘五厘左右 大概是四厘五厘左右 我現在是通脹 是通脹十幾 通脹十幾 是通脹十幾 都知道通脹十幾 通脹十幾 通脹很厲害 通脹我知道 在息率的時候 他指是震靜經濟 所以時候 一定要減息 現在通脹的情況 是正在賺到 好,先交給你 因為後期很多國家都不跟美國加息 因為美國停止放緩加息之後,其他的受不了 所以不可能跟著他加息 其實我們中國一直都沒有跟著他一起加,而且是減 包括日本也是,但是日本跟我們中國是有區別的 我們要找一期再講日本特殊的情況 你看到日本的息率仍然在0.5還是0.5 我忘記了,反正它的息率是維持一個界線的 它不可以超過那條界線 它超過那條界線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日本的息率的年利率是-0.1 現在暫時也是,你要付錢給銀行 零利率現在開始在動,巨民 這個情況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呢? 它現在在短期利率7月份的時候看到 它維持在短期利率-0.1不變 但是它增加了10年期 日本國債的息率是-0.5% 在2023年8月的時候 這一點大家要留意一下 息率-0.5% 因為它要做套凳 這個情況 即是我要跟美元就回美元的位置 是怎樣去做法 但如果一直這樣做下去,其實是搞不定的 所以現在放寬了,就是對外投資的 好,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跟大家聊一下 日本的情況,好不好? 因為其實都是跟許家印和恆大有關 這件事完全有關 為什麼呢? 這件事可以看到很多大國之間的博弈是怎樣玩的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方先生 記得訂閱大會上頻道,留言,點讚,分享 看廣告,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拜拜